好香啊 不是真好吗 不是在做梦吧 刚刚对不起啊 算了算了 不怪你 对了 你是怎么被人给活埋了呀 我老婆和别的男人偷情 被我发现了 他和那个男的把我活埋了 别人都把你活埋了 你还不报警啊 因为他们家有权有势 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我还有三个孩子 要是别人知道 他们妈妈出轨 还把爸爸给活埋了 他们一辈子都抬不起头 你也太善良了吧 人家都和肩膚活埋你了 你还考虑那么多 谢谢你今天救了我 我还有事情 我先 我 真是个老师 我 我 看来 大难不死必要厚福 上天眷顧我了 啊啊 让开 我让让开 让开 这怎么回事 阎文把我送回来了 你是真他妈命大啊 把你埋坑里都没死 我没死 你也活不成了 算了什么东西 你脑子被打傻了吧 你敢跟我叫晚 啊 我就算当着你的面跟你老子 你能帮我怎么样 来 许连 我们过得看 弄回 啊 你个人渣 打我 老子要弄死你 老子逼你全家 杨美军你疯了 你敢打黄上会连累我的 贱人给我滚 要你老子 阎王派我回来的 就要你下地狱 赶紧给我滚 给我倒着 你看老子怎么弄死你 你还已经你疯了 你敢打黄上还敢打老娘 这个贱你还有脸说 要不是看在孩子的份上 让你们俩去坐牢了 让你被全身为耻笑 你个贱人 你敢这种跳子跟我说话 我要跟你离婚 好 离婚行 孩子归我 你做梦 你一个水泥帮我跑摩滴的 还有个摊子老妈 你凭什么拿孩子的抚养权 而且 孩子跟你这不信 那意思 事到如今 我就实话跟你说了 皇上是我初恋 我怀了他的孩子 他父母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他也不懂你俩的 我才找你接的盘 你以为你穷鬼一个 我会看得上你 女儿和老三呢 我一年跟你睡几次 你心里没点必输吗 你觉得我是谁的 个贱人 小孩你个废物 又打我 我看你命啊 我对不起你 妈 我要离婚了 啥 海君 你可不能冲动啊 我知道 你在书家说了不少委屈 肯定也得为三个孩子着想啊 妈 这三个孩子都不是我的 啊 什么 苏雨莲 他背着我偷情 被我坐肩在床 真的 怎么会这样 海君 我们不知道 你怎么这么哭啊 妈 你别哭啊 也许还有希望呢 还有什么希望 除了老大 二老三 都还不太确定 我赶紧想法确定一下 妈 你先把这个药喝了吧 一会儿再给你扎个银针 帮你恢复做果神经功能 让你就重新刻意走路了 大爷 都说妈这是神神疤患 海君 妈早没做这瓷玩了 你就不要再花这冤枉钱了 妈 这次你就相信我吧 你把这个药喝了 一会试试就知道 你这孩子 嗯 夫君 我怎么感觉后边有热气啊 你什么时候会扎针呢 你什么时候会扎针呢 你怎么会扎针呢 你什么时候会扎针呢 你什么时候会扎针呢 我 好了 你们站起来试试 那么快就行了吗 哇 你相信我 二君 妈妈可以站着吗 妈 以后你不仅可以站起来 还可以走路了 妈妈 我这么多年 哭了你了 我以后 一定要帮你挣钱 以后都会好起来了 杨海君 你敢打我女儿你给我过来 杨海君 你敢打我女儿你给我过来 妈 不要吵我妈了 越来越会离婚 以后我们没有关系了 我和苏玉莲结婚十年 我帮你当妈 你把我当一只狗 我喊你一声妈 是我的含养 既然你要撕破脸 那以后我就叫你张翠菊了 反了反了 你真是反了 张翠菊的名字是你能叫的吗 赶紧的 把你贪子老妈喊起来 从我的屋子里滚出去 我人不要太绝情 什么不要太绝情 这屋子可是当初看你进书架冲鞋 才让你贪子老妈住的 现在你要滚了 他难道不该滚 好 给我三天时间 一定办手 三天 我要你们现在就滚 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报警啊 把你偷人 还有其父活没我的事情报出来 行 就三天 三天之后必须滚 妈我们走 三天之后再来 等等 你还想干什么 三个孩子在这 我要去做亲子鉴定 这三个孩子都要做吗 是的 兄弟你这是有多不相信呢 赶紧去做 最好三个都不是他的 行 我给你签字 我就是说 他不知道 你自己去巢大街 只会自己去巢大街 我先去巢大街 我把你帮到路了 你只要小街 照顾ado 你自己去巢大街 你自己去巢大街 我先去巢大街 你以后不要慢慢看老婆就好 爸爸做眼神工作很辛苦的 他辛苦我就不辛苦了吗 我最大的辛苦就是跟着他这个费物 神经病不要吼孩子呀 我生的 我想怎么样你管得着吗 我打他又怎么样 找死啊 男人打女人了家暴啊 男人打女人了 男人打女人太过分了 身上怎么会有这种人渣 居然当着孩子的面打老婆 就是孩子都吓得哇哇大哭了 还有人性吗 帅帅 东东 你妈妈走吧 我才不跟你走 你就是个费物 就是妈妈和我们找个更好的爸爸 我才不跟你走 这俩还有骨气 知道这样的父亲不能跟 放你妈的屁 神经病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来这里有点事的 你怎么来医院啊 身体不舒服吗 身体不舒服 顺便来看看 你哪里不舒服啊 要不我帮你看看吧 你是医生吗 我不是医生 但是我能看病 算了吧 我还是去医院吧 你是不是月经不调 量少 肚子还疼痛的厉害 你怎么知道啊 我看你面色苍白 目光无神 嘴唇泛青 我感觉 应该是生理系的症状 跟你说的一模一样 这种情况很久了 我中西都看了不少的 但是一直没好 不但美好 反而越来越坏 听说这里有个不错的中医 所以我来看看 如果你相信我 我可以帮你治治 你真的行吗 我信没用 得你信我 行 我信你 我能摸摸你的胸吗 你别乱来啊 我在你的静脉里 感受到了极寒之气 这很不正常 可能是你的心脏 出了问题 我得确定一下 每次一到冬天 我的胸脚会时常脚痛 但是仪器却又检查不出来 仪器可以检查炎症 但是湿寒之气 仪器是检查不出来的 行 那你帮我看看吧 什么了 寒气正在你的胸上 您却伸肿快 幸好发现得早 如果不及时治疗 后果不堪设想 那怎么办啊 约我呢 我有办法 你能治吗 是的 只不过 可能会有些冒犯 冒犯 这怎么更冒犯啊 严小姐受的是寒气之伤 我修的是中医之道 中医有三种疗法 药疗 推拿和针灸 文用是三数合一 可以将严小姐体内的寒毒清除 但针灸和推拿都需要脱掉衣服 其实在医生眼里只有病人 而且很多副科医生都是男的 可是我还要被男人痛 要不我闷着眼睛吧 但是我怕会扎错地方 才得拥有手去摸扎针的位置 推拿的话眼睛看不着 也会摸错地方 你还是别蒙眼睛了吧 我会将你体内的寒气逼出来 可能会稍微用点力 拧忍一下 谢谢你啊杨医生 你帮我针灸按摩之后 我确实感觉舒服很多了 没事 到时候你再把我给你开的那气固要吃了 便就能断根了 到时候你面色红润 比现在还漂亮呢 如果你真的能帮我治好这病啊 我一定好好报答你 我帮你可不是为了报答哦 还不是感谢你从坊间里救了我 好了 一天折腾你也该休息了 那我就先走了 迷茂我们走吧 爸爸我们去哪啊 咱们回家 你想去哪儿 我不想回家 我不想看见妈妈骂你 我们去看奶奶吧 行 那我们去奶奶家吧 好 你们是谁啊 配个什么 老太婆杨海军呢 沒在 廢話 老師傅你他在哪 我我不知道 不知道 那我得想點什麼辦法讓你知道 啊 去 給他弄點飲料提提什麼 是亮哥 亮哥我給他生存的新鮮飲料 是不得 有了 啊 死了 這褲子的他真的 那就讓你長點記性 小牛 喂 呸 你們這是個天啥的 你可別怪我心狠熟了 妖怪就可怪你兒子太自不量力了 得罪那煤礦大亨黃建國的公子 老太婆 人說了嗎 老太婆 老太婆 人說了嗎 你們真是我的 我的隱藏就 媽的 你可真是不見棺材不掉淚啊 二牛 去給他針針乾的 是楊哥 楊哥 為他 是 楊哥 楊哥 這不回來了嗎 奶奶 媽 他們對你做什麼 也沒什麼 就是給你媽喝了點人氣的原本飲料 哈哈哈哈 我還可能準備得乾的呢 這些情緒 連一個貪婚在床老人都不放過嗎 如果再不回來 你可就要有個新爸爸咯 我二牛兄弟啊 最喜歡老女人了 哈哈我可是有追求的亮哥 雖然我喜歡老女人 但我怎麼可能喜歡一個 貪婚在床的老女人啊 我殺了你了 我殺了你 哇敢動手熬的廢了你 打我 殺你死 妹妹 全會的氣真 哎 紅我呢 我根本是血啊 是你別信心 過來紅我呀 小子你用的是什麼鞋法 管老子用的是什麼鞋法 今天你們倆會死的很難就是了 二大便是 我來給老子試 小子 我是柔軟的小子人 和我們坐坐你能享受後果 黃少 別說黃周俊是吧對 我敢打和黃建國的兒子 小子黑白藍道的人 你先後果了嗎 換作是以前 我可能覺得害怕 但是我告訴你 不是以前的我 老子不一樣 兄弟 有話好說有話好說 這事是我對不起你 我可以賠錢 我可以賠錢 賠錢 你以為老子稀罕你自己的嗎 可不得 屌子吃屍 什麼 他媽是貓廢物吧 我讓你們去砍人 你們被他打進醫院了 等這兒 往這兒過來 什麼玩意這麼臭啊 知道這是什麼 屎嗎 皇上你要為我們報仇 那小子 我都打算了 我們那小姐還為我們吃 他這媽就一個廢物 被人罵的都低著頭 你們連他都搞不定 他會斜法 斜法 他隔空一致 我們就像是什麼 是這種人一樣 這樣都照顧我 一去檢查 也查不出什麼東西 他痛得不行 出什麼21世紀了 哪有這麼邪惡的事 哪有 這不是 騙死我了 這個 他騙死我了 皇上你怎麼了 我不是 趕緊救我 我先給你把把賣 啊 啊 這賣相挺正常的呀 沒問題啊 趕緊讓醫生搶救啊 皇上 我們先去做個檢查 啊 皇上 我片子挺正常的 這怎麼的哪有正常啊 老子他的半條命都要沒了 哎呦 鞋門啊 這片子也正常 賣相也正常 怎麼回事 你別他媽顧著鞋門了 趕緊小爸爸救我 我疼得受不了啊 看來 只有請我師父出馬了 趕緊請 趕緊請 錢都好說 喂師父 皇上這邊有急事 你快過來一趟 哎 好 都不用了 我已經給我師父打過電話了 他馬上過來 你能硬了你吃死的嗎 連他媽的冰都看不了 你不上菜拿 趕緊跟我吃 皇剛 皇上 你中的是廢陽點穴之樹 什麼是廢陽點穴之樹 是一種獨工手法 既然在萬古奇狂之中 一旦點中人的下陰 就會終身疲軟 死不死的還會有一道運氣 像蟲子一樣 在膽固亂創 痛苦不甘 都在這 就是這種感覺 大師 你不要救我啊 那陽點穴之樹 早前萬古奇狂失傳 我也只是聽說 我根本無法治療 然後兄弟你起不了廢了 師父 你一說這麼高抽 都沒有辦法嗎 這種上古仙素 豈非我們把你所能治 不非 不非什麼 解鈴還去濟鈴呢 誰對皇上動手的 恐怕才有治療治法 因為我的司令 在運中誰他媽敢惹老子 你再想想 怎麼受感覺 當部突然像被蜜蜂 折的那麼一下 那都是楊海軍那個廢物啊 那就是 誰對他媽是一個農民狗 皇上怎麼會跟這首人發生衝突 因為我睡他老婆的時候 被他看得到了 他就給我動了手 老婆一家呀 說不得了大事 這世上真有一個人精通萬古其荒 那他必定富可敵國 位高倍尊 不可能是個農民工的 對 那廢物還是個上門女婿 跟他老婆當狗一樣使喚 這老媽還是個癱子 那更不可能 如果他真懂萬古其荒 癱瘓這種病 幾天就能治好 那那會是誰幹的 我得找誰治下去啊 皇上 你不是有錢嗎 全賞百萬找啊 這個可以 不好意思的皇上 嚴家老爺子病情嫁重 我必須馬上去看看 哪一個嚴老爺子啊 就是嚴州首富的嚴家 我得先去了 回頭聯繫 大師 嚴長坑啊 我喜歡的孫女嚴雨昕 大師 你勿以往 你幫我錯合錯合 我給你一千萬感謝費 如何 啊好說好說 嘿嘿嘿 喂海軍 你能再幫我個忙嗎 怎麼了嚴修姐 我爺爺突然病情加重吐血 你不是藝術很厲害嗎 你能不能再來幫忙看看呀 嚴修姐有事 我自當義務容辭 謝了 我把地址發你 好 我馬上到 爺爺 千萬不要有事啊 爸 您再堅持下 我已經給馮大師打電話了 他已經趕過來了 什麼 馮大師 是江湖人稱回首神醫的 馮大師嗎 正是 爺爺有救了 馮大師來了 等等 我去接他 哎呀 馮大師快請 喂海軍 什麼情況 就是我爺肺部有一個腫瘤 一直是保守治療的 但是最近 他突然咳嗽吐血了 感覺是惡化了 上去看看吧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实为阴气受损 而严家大小姐乃黄花大闺女 需要与一名智阳公子联姻冲喜 再结合我的药方 老爷子的病不日可遇 可是我到哪儿去找一个智阳公子联姻呢 我倒是想起了一个人权 是吗 谁 煤炭大亨黄建国家的公子 黄中俊是吧 这老东西在玩什么把戏 他 他是不太合适吧 怎么了 严总知道他 我们呀 和黄家也有往来 这黄中俊就是出了名的顽固子弟 他是吃喝嫖赌臭 无毒全的 那就对了 那怎么就对了呢 老爷子的病一半是病 另一半是邪 虚邪还得恶人才行 你们要治不治 不治拉打 我先走了 不不不 大师 爸 大师 我们治 一定得治 那你真能照我的做 我全照做 我马上派人去黄家说清 爸 你在说什么 你不要信这个糟老头子的 我死都不可能嫁给他 你住口 你忘了 你爷爷是怎么疼你的吗 就是 你爷爷最疼的就是你 你现在不管他的死活 你还有良心吗 怎么样 颜总 你倒是盯着调啊 不然 这病我没法治了 我说了算 就这么定了 您先帮我爸看病抓药吧 这是张古药房子 诊断费十万 好 好 好的 大师 起办 是谁 我是颜小姐 请来给颜老爷子看病的 请你来给老爷子看病 你也是医生 是的 我就说 怎么颜老爷子的病 越来越重 请的是什么玩意 这也叫医生 雨夕 你怎么回事 从哪找过来的这种骗子 海军他不是骗子 他有医术的 他有医术 他但凡有点医术 也不会穿得像个龙民宫一样了 就是 一看就是个骗子 滚 赶紧给我滚 行 我滚可以 等一会颜老爷子 开始连续打嗝了 你们就开始准备葬礼 肺部疾病 还连续打嗝 一听就是傻 海军哥哥 你别走 你救救我爷爷 不是我不帮你 是他们自以为是 那就让他们自己承担后果好了 爸 别拉着他了 让他滚 一看就是个骗子 爸 爸 难道刚才那小伙子是高人 不行 要赶紧请他回来 高人 高人去牛布 高人 高人 牛布 牛布 牛布什么 我爸已经连续打嗝了 求求你帮我救救他吧 那去找医生啊 你刚刚不是说我是骗子 您大人也有大量 帮我救救他吧 求你了 海军 我求你了 你就帮我救救我爷爷吧 他打小就疼我 我是个基恩的人 你开口 我还是会帮你 上去吧 哼 你会治病 老夫都要看到你怎么治 我怎么治 你只能仰望 严总 你要是让这个只会吹牛批的农民工来治 要是把爷老爷子治死了 你可就不悔莫及 高人 你有把握吗 我从来不干没有把握的事情 那你倒是治啊 我还等着看好戏呢 哼 这老头可是已经到了费岸往期 阎王居人 老夫都束手了一次 就凭你 老夫看怎么收拾 爸 爷爷 我就知道会出事 你个佣金 我要你的命 都别作声了 告诉你小子 要是我爸真有事 你绝对活不成 雨夕 我拿去 你继续装 我等你翻车 不懂就不要在这里让让 老爷子刚刚在吐了身语血 我 北斗生法 是北斗生法 老夫有生机的 竟然还能看到 北斗生法 我这是在哪儿 我还活着吗 爷爷 你还活着 是海军救了你 海军 是不是 还是我朋友 谢谢小兄弟 我们严家 牵你一条命啊 老爷子不用客气 医者人心 这是我分内的事 敢问兄弟 尊姓大名 咱们能不能找个机会 切磋切磋医术 切磋 兄弟你别这么说 老夫好歹也是大师级的 大师级 连总 老大方开的药方给我看 老爷子的肺部肿窝 属于毒性瘀肌 而且是寒 你为什么给他抗黄莲和金花 你不知道黄莲和金花 是清热的吗 蛤 不是 这是在咬老爷子的命 你血口昏仁 你凭什么说老爷子的肿物 是寒毒 就凭我能治好他 你只不过冲想让他醒来 凭什么说你治好了他 连总 赶紧让这个庸医 滚吧 姓甭的 请吧 那 那 连小姐和皇上的亲事呢 赶紧滚 小子 别后悔 滚 连总 按照这个药方 去开妻妇药 七天之后我再来诊治 我先走了 哎 请求部 小兄弟 您收个数 多少钱 我去帮雨季的忙 我不要钱 不能让你白忙活 以后还得仰仗您呢 你说个数吧 如果 方便的话 借一套房子给我住吧 借房子 嗯 什么意思 我妈之前在别人的地方住 现在别人把房子收走了 我再说个一声 哼 这样 还说什么借啊 我家在清水湾 刚好有座别墅是空着的 松礼就得了 待会儿 你跟雨季 去办个顾户手续就行 不不不 颜总 这么厚重的礼物 我不能要啊 我颜家 也是做房地产开发的 别墅几百栋 你今天啊 救了老爷子的命啊 松礼一栋不过分啊 真不行 颜总 这个房子我真不能要啊 好了 海君 你就别推辞了 我们去办顾户手续吧 走啦 杨海君 三天到了 赶紧带着你的摊子了吗 给我过去出去 不劳你喊 我已经收吵了 哈哈 你别走往哪走 先说挑动 我自己有地方 有地方住 你所有的钱 都撒交给我女儿的 你哪有钱租房子啊 海君哥哥你收拾完了吗 啊 收拾好了 马上就可以走了 不是小妹妹 你是多缺男人 这种货色的男人 你也看得上 我就喜欢 怎么啊 你管得着吗你 海君哥哥 你还不敢跟他离了 他就是那个背着你勾搭男人 还把你活埋的贱女人啊 啊 是的 那你还不赶紧跟他离了 跟我在一起 跟他在一起 你知道 他只是个工地搬砖的吗 工地搬砖的 海君哥哥 那你是怎么买下那栋 上千万的别墅 连眼睛都不在眨 哈哈 上千万的别墅 你说他买上千万的别墅 爱信不信 阿姨我来扶你 他那怎么能走了 对吧放干净点 他那天倒霉的就是你呢 走 走吧 是不是见鬼了 他 他居然走路了 你们赶紧跟上去看看吧 看什么 那个狐狸精不是说 杨海君买别墅了吗 我一听就是在吹牛 向我 悄悄跟上去 吹吹他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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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我什么呀 刚才替我解围 给我找面子 像海君哥哥这么好的人呀 怎么会找到这么多坏的女人 这种人啊早点跟他离了好 差不多了 等亲自建立结果出来 一切都结束了 那 阿姨我带你们上去吧 不会吧 他就会真买别墅了 如果是真的 那这事就闹大了 月莲 你想干什么 我们还没离婚呢 他竟然背着我有别墅 我能不找他撤皮吗 哦 你们还没离婚 这别墅也有你的一半啊 走 我们赶紧去弄清楚 好好好 杨海君你坐这边坐 你来干什么 这就是你买的别墅 室友子 吹牛吧 拿各方合同来看看 我 我没有各方合同 我就知道是你在吹牛 但是我有产权症 真的打你的鬼眼看看 八百堂的毒洞 杨海君 真是你买的 你买了这么多钱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就是个打工仔 跑摩滴的吧 难道不是 好吧 其实我是个隐形富豪 我跟谁了 没想到你这个贱人狗眼看人低 我打两分工养 你去跟别人抽情 你就慢慢后悔去吧 后悔什么 我们还没离婚呢 我不跟你离了 我不想要你神仙也没办 我就跟你离 看你能怎么办 妈我们走 这怎么让你学会呀 妹妹 如果 爸爸跟妈妈离婚了 你要是跟爸爸呢 还是愿意跟妈妈呀 我要跟爸爸 妹妹从小就心疼我 希望她是我亲生的 就算不是我亲生的 我也会好好帮她拥大 妹妹真懂事 女士姐姐你做我妈妈好不好 啊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你温柔对爸爸也好 你跟爸爸在一起爸爸一定会很开心 妹妹你胡说什么呢 人家雨汐姐姐啊 是好门千金爸爸呀 只是一个穷打工的 爸爸配不上雨汐姐姐 可我觉得爸爸你是好人 雨汐姐姐也是好人 你们可以在一起呀 小孩子不懂事 你别介意啊 妹妹你先去房间里吧 啊 那 我要是愿意呢 啊 愿 愿意啊 妹妹说的对 你是一个好人 你身上啊 有着这个浮躁的社会 难得的淳朴 我喜欢这样的男生 可是 我什么都没有 我还有一段 不堪的婚姻 如果喜欢一个人呢 你就要喜欢和接受她的一切 包括她的缺点 和过去 哎呀 我们家海军啊 真是三百次修赖的夫妇嘛 如果真的能和雨汐在一起 妈 就像死也瞑目了吧 妈 妈什么妈 赶紧带着雨汐出去吃个饭 快 妈 这是你先别提了 我和苏玉莲的婚还没理 这对雨汐不公平 到时候苏玉莲搞事 也会影响雨汐的名声 嗯 那我等你 这么体贴的男人 那个姐竟然不知道珍惜 医生 我的亲子接电报告出来了吗 出来了 稍等一下 求求老天 妹妹一定得是我亲生的呀 可爱 这个吉尔人 三个孩子竟然有两个都是别人的 太过分了吧 我打两份工 工资全部交给他 还被他说没用 我是我妈瘫痪在床 不想让我妈担心 我早就跟她离婚了 我现在跟她离业不晚 行 一会儿我去趟苏家 你就想回去吧 要我跟你一起吗 苏家认为素质 应该是别去了 免得被她骂 行 那你办完离婚手续给我电话 我请你吃大餐 你一定的想法 把杨海军留着 真没想到 她那么有钱呢 你怎么 nar strength 她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哎海军来了 哎快坐快坐 老公 你回来啦 苏雨连 呃 尿 離婚吧 哦 離婚吧 海俊夫妻這麼多年 你不生氣有話好好說呢 有話好說你不是覺得我沒用 只是一個任你辱罵的工具人嗎 我告訴你 那些你不高興 就讓我睡地吧 那是以前 现在我都知道你有别墅 有很多钱 我肯定不会像以前那么对你了嘛 就是海军 乌鸡之间呢就别计较了 以后啊 我也会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对待的 果然啊 在你们苏家 就只认钱呢 那也没错嘛 这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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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不爱钱呢 如果连钱都不爱的话 那不就是傻子吗 你也不希望你账务你啊 好老子啊 是傻子吧 姐 怎么他来离婚了吗 嗯 小平你快劝劝你姐夫 劝劝可以离 你说什么呢 你不知道你姐夫现在有钱 又不信 哈 我票查过了 还有个屁的钱呢 那些都废物穷光带 有钱呢 废物穷光带 小平你说什么呢 还有个屁的别墅 他帮姚老师接着下病 人家可怜他送他的 他压根就不是什么隐线埋名的富豪 真的吗 千真万去 人老爷子现在病情不稳定 如果出了问题 希望别墅得收回去 原来如此 竟是这废物去可怜乞讨来的 还跟我吹牛自己是隐形富豪 哼 他就是个宫地上干活的废物 能治什么病 他要是把颜老爷子给骗了 你死的很惨 玉莲呢 赶紧离了离了万幸 这废物可真不让人舍心 好 这就离 好 好 这就离 这就离 好 这就离 行 陆桑 这二236 林肯 但是你又这样子 你们都没出一点力 他们也跟你叫爸爸 你還想怎麼樣 要不我現在給媒體打個電話 公開的感謝一下你啊 說你跟別的男人為我生了兩個兒子 辛苦你了 好吧 兩個兒子我生的我養 女兒也是我生的我也要 你也要 你只欣賞兩個兒子你根本就不喜歡女兒 我不喜歡那是我的事 我就是不想讓他跟你怎麼了 啊 沒沒啊 你是想跟爸爸 還是想跟媽媽 我想跟爸爸 你跟他幹什麼 他又窮又沒用 跟媽媽吃順飯順喆也比跟他好 我又跟爸爸 我白養你了是吧 嗯 哦妹妹跟我 沒有資格管教他 你想要他 可以啊 把你的別墅給我 我就讓他跟你做夢吧 你以为你敢在苏家耍汉 姓杨的 信不信我马上海人揍你 请问哪位是杨海军先生 是我 您好这里有100亿需要您听 这是怎么回事 有一位跟您渊源很深的人 要送点东西给您 这是一张100亿的银行卡 您先用的 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 不会错的 我们已经详细调查过了 您叫杨海军 有一位瘫痪的母亲 在苏家做上美女去 对吧 是的 密码在卡后 您可以致电银行查询余额 如果您有事 可以随时联系我 废物又装逼 还花钱请人来装逼 还100个亿 千拿个用 不经过一百零是多少吗 你好 我想查一下 每号2738的银行卡 您好 因为您查询到您的余额 也为100亿整 不好意思 我没有听清 可以再说一遍吗 您好 因为您查询到您的余额 也为100亿整 卧槽 100亿 真的 这么多 大账婚不能离不能离呀 老公 现在有这么多钱了 您是不能再委屈自己了 我带你去买新衣服吧 就是啊姐夫 重要钱 去得全名牌啊 苏玉莲 赶紧在上面签字 否则律师媒体全部到场 你不要怀疑一个拥有一百亿的人 能有什么本事 如果离婚 你那一百亿也得分我一半 你做梦吧 我们现在还没离婚 你拥有的就是我们的共同财产 你搞错了 这张银行卡 上面写的是别人的名字 而他只是给我使用而已 那你多少也得给我几个亿吧 这个贱人 我就算把几个亿都收了 也不会给你一分的 赶紧把离婚协议给我签了 否则 不论叫媒体律师现在就过来 把你找野男人的事情给你爆出来 哎呀海俊不要这样吗 都是一家人 别废话 赶紧签 喂黄少 哎黄少 杨海军在哪 我要弄死他 他现在在我妈这跟我签离婚协议呢 是吗 你把他给我稳住 我马上派人过来砍死他 好的好的黄少 你赶紧派人来吧 我巴不得他心就就死 哼 这离婚协议我还不能签 等黄少海人把他砍死 他的钱就是我的了 你等我一下我上下洗手间 一定要等我啊 等我来跟你亲离婚协议 这姐你怎么玩什么把戏 等黄少把他砍死 我马上就拿他的锯盘去挥过 我要给自己买名牌包包 还要给自己买豪车 谁是下车 给老子滚出来 别是下车 给老子滚出来 爸爸我怕 爸爸会保护你的 你就是眼孩子 怎么了 我看你和下面上很像 就是我 得罪了野王 让我们来收了你 王中俊是吧 你既然知道了 就更不能留你活口了 弄啊 要弄谁 你他谁啊 你问我是谁 这就代表我的身份 是死神灵 是我来 还是自己动手啊 对不起 所有人无数求死人饶命 求死人饶命 得罪死神之处 还想活命 啊 死神之处 谁是死神之处 主人 该如何处置这些家伙 主 主人 你为什么叫我主人啊 我接到神秘指示 听你之命 施为主人 还能这样啊 请主人指示 要杀了他们 啊 杀人还是不太好 只要让他们 丧尸害人的能力就可以了 是 你去死神大人饶命 打过你胳膊 果恩 你办妥 主人还有什么吩咐吗 哦 我正在签灵魂协议 那贱人不知道跑哪去了 你把他给我带过来吧 是 你叫死神 属下只是隶属死神组织 为死神大人效力 死神组织是干什么的 还有 为什么要帮我 是 属下只是奉死神大人真命办事 其余一概不止 主人有事 可随时照顾 行 没什么事啊 先下去吧 是 姐夫 这么牛逼 以后多少扶一把 少他们碰我 我跟你姐已经离婚了 以后少他们跟我套近 姐夫 妹妹 我们走吧 姐姐 赶紧追啊 这么晚的姐夫 哪里找啊 追你个头 你不要脸我还要脸 拜拜 庆祝你终于 把脱了那个贱人 重获新生 我仍入负重这么多年 现在啊 老天终究待我不报 那 你之后有什么打算 我打算 把原来的工作词啊 再重新开箭药铺 有一点 我没想明白 什么 像你有那么好的医术 为什么要去工地搬砖呢 其实 我的医术 是最近才遇天人所学啊 原来是这样啊 那是老天在帮你 遇贵人了 对了 你们家大业大 见多识广 知道 死神组织是干什么的吗 什么 死神组织 死神组织 是国内最大的神秘组织 专做路见不平 除枪浮弱之事 传闻 死神令出 非死机 传闻 不过你也别担心了 没个小那么厉害 他们不伤害好人的 那我就放心了 对了 过两天就是七夕了 你打算怎么过啊 我 从来都没过过节 每年春节 我都是帮苏家人下厨 看他们欢声笑语 吃完了 我去收拾桌子 吃剩菜 更别说情人节了 每次他都在外面过夜 不回家 让过去都化为尘埃吧 我请您看电影 怎么样 怎么好让一个女生 请我看电影呢 我请你吧 也是 别偷懒 看你这干活的 那先干活的样子吗你啊 哎 天海君 你他妈这你这死哪儿去了 这忙活你还想没有干呢你啊 老子就是不干了 你能怎么样啊 不干了 你他妈这上门你去 不干了你吃啥 吃啥啊你 你嘴巴最好给我放干净的 哎呦 你可反了天呢你啊 别给他妈这穷打工的 打不托人的废物坠续 还真是可以给老子说话 谁他们给我揍探 我吃双方公子 谁给我揍探 我吃双方公子 王老板 王老板 你莫气咯 海军 他肯定是被老婆骂了 心情不好 海军 肯定给王老板倒过去 继续干活啊 老婆 你在工地人员好 跟公有关系好 以后这工地的活 就由你来报了 什么 不是 让他来报 你大脑子是什么 自己滚 以后这工地跟你没关系了 你被逞了 你他妈是疯了吗你 你又你是谁啊 你管我是谁 以后这工地上的事 我说了算 哈哈 还你说了算啊 你跟那老婆偷人 都管多说一句的废物 你怎么去死呢你啊 可以让久安建思的老板 来黄土岭工地来一下吗 行是吧 好 赶紧的 等着吧 建思公司老板 会亲自让你滚蛋 你还演上吗你啊 你还得让老板 让我滚蛋 你这是真疯啊 大军 这个时候了 赶紧给王老婆道个歉啊 丢着工作回去 你老婆又要骂你了 没事了 老婆 我做什么事心里自有分寸 行 老子等着啊 我说 我去做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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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亲自过来了 听说有个神秘的大人物找我 神秘大人物 在哪 我这没有神秘大人物吗 就干活的几个工人了 不可能 电话里说 大人物叫我赶紧来工地 那个废物刚才出去打了个电话 是不是 他叫人冒充的 怎么冒充 是九龙集团云州董事会打的我的电话 我 请问 市民有事找过吗 是的 现在工地上的事务啊 需要重新做一个调整 您说怎么调整 把它换掉 换老冯来 可以可以 我马上安排 市长 您全部别被他复应了 他就是个工地搬砖的人 真的 真的 他妈就是个摊子啊 他在书家 上门坐雨宣 活得还不如狗呢 他怎么可能是 九龙集团的人 我在打电话问问 王爷 请问您 让我来工地找的大人物 他叫什么名字呀 杨海军是吧 杨海军是吧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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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 您是叫杨海军吗 没错 对不起 杨总 是我怠慢了 我马上按你的风筑办事 群后 你现在可以滚了 先生 我跟着你吃的 我对你一定是攻击耿耿 你给我一次机会吧先生 我对了大人物 我也无能为力啊 哦 还晕 哦不 对不起 杨老板 是我有眼无助 不知待善 以后 应该什么都听您的 真的是什么都听我的吗 是 是的 那我现在让你滚 有多远给我滚多远 别这样 别走 喂 叫你滚 没听见吗 杨总生气了 你小命都不保 好 我给我等着 给我等着 还有什么吩咐吗 以后久安见识的活 将老冯来做吧 我马上安排 乃军 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老冯啊 你没有在做梦 这是真的 你怎么突然就出息了 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啊 苍天开眼呢 我三十年 人不如狗的日子 现在终于加倍的还给我了 乃军 你出息了 房租也高兴 以后有什么事 尽管找我 能帮上的 我都会帮的 谢谢你啊 兄弟们 那我就先走了 好 富哥这么急把兄弟们叫过来 什么事啊 顺子 平时 我对兄弟们怎么样 那还用说嘛 富哥吃喝完了 那可都是带着我们的 我们都把你当大哥呢 好 你们 让我去砍个人 那双手双脚 都砍单的那种 行 富哥你说谁吧 就是他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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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 今天电影好看吗 电影好不好看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跟谁一起看 不过 你就不嫌弃我是一个农民工 还离过婚吗 农民工怎么了 不也是靠自己的双手挣钱吗 而且离婚又不用你的错 我凭什么嫌弃你呢 可是生活就这样现实啊 有钱人瞧不起熊子 可是别人是别人 我是我 只要我喜欢你就够了 在那里好像是他 你是在杨海娟是吧 是我 怎么了 兄弟们砍呢 我说没事 你俩怎么不动啊 下一个就是你了 老子信了你个钱 哎呀 喊我呀 说吧 是谁让你来的 我可能是说的 那我就只能为你吃点东西了 啊 老子 你为我吃什么 就是什么 蛤蜡 蛊钩 磨成粉做成的药丸 煮不了 严重一点 也就是个植物人 轻一点呢 也就半生不死 这个不能开玩笑啊大哥 这要不是笑什么跟你在开玩笑吗 你现在 是不是感觉喉咙里有余的啊 这是什么啊 市长大哥图信要发作了 赶紧给我解药吧 说 是谁让你来的 是王府 啊 我 不行 大哥行李会解药啊大哥 你刚正给他下毒了 会死人的 没事 就是辣椒丸而已 放心 他死不了 那就好 那我先回家了 那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我们的事我还没跟家里人说 等会儿看见人不好 那你回去 注意安全 拜拜 喂 主 让我查一下 王府在哪个位置 王总 你好像有心事 是 我见鬼了 王总可真会开玩笑 这至少哪有鬼啊 我跟你说说 你就知道 是不是见鬼了 好呀 王总你说 我工地上有个小子 他怕当兵死在战场上 他妈悲伤过度 摔了一跤 昌患 他为了给他妈治病 白天在我工地上干活 晚上跑墓地 钱全部交给老婆 他知道他老婆天天偷人 可他胆子小 怕老婆 他才说 你说 这小子怎么偷人之间 就变成一个大人 一句话 就让谢总 把我给开除了 你说 这是不是见鬼了 还有这样的事 那还真是见了鬼了 不过 也没事 也许今天 也许明天 他就跟他摊子老妈一样 永远那个躺着了 老豆 别想这些事了 咱们来找乐子吧 你怎么进来了 你不是找人来砍我吧 来啊 我就在这里 砍我呀 你什么意思 你找那几个废物 你被废 你懂什么意思了吧 你别 你不是原来那个阳海君 你不是想叫我废物吗 现在就让你变废 啊 兄弟我我赔钱 你以为我看得上你那些臭钱吗 那么我帮我语人让给你 你用我自己火烂的吗 啊 别打了兄弟 哎我手都断了 我让你痛的日子 被醒了吗 让让我 啊 让我 我给过你机会了啊 是你自己要作死 以后你就在余生里慢慢忏悔吧 你不是想啦 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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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能不能跟着其他 — 一、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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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 小兄弟算一个吗 你觉得我是那种好骗的人吗 小兄弟面小端正 眼有祥光 必是大福大贵之人啊 几十岁的人了 找个工厂打螺丝都比这个强吧 小兄弟虽走大运 但也没藏凶兆 多是知秋啊 如果我算的没错 小兄弟应该苦了三十年 近几日才有改天换地之命 有点意思 那算一挂多少钱呢 我不要钱 那你要什么 我给人算命 只要对方一个承诺 什么承诺啊 在我需要你帮助的时候 除了你的命以外 你得不惜一切来帮我 那也是算不准呢 算不准 你可以拒绝对线承诺 行 那算吧 小兄弟请把你的手给我 算出什么了吗 小兄弟最近应该是走了三大运 什么三大运 财运 桃花运 和天运 那我过去怎么样 未来又如何 你过去的日子苦不堪言 你未来的日子 急凶相伴 苦不堪言 那你具体说一说呢 你应该很早就没了父亲 母亲则疾病缠身 你结过婚 却是上门女婿 但如今已离婚 正是单身 华操 真大妈神了呀 好吧 说的差不多 未来急凶相伴 又是怎么回事 你命格在天位 大气晚成 每人相伴 遭兵不离 九死一生 那有何破解之法 有 今夜东方 紫薇高照 出贵 你往东走 若雨穿红衣之人 那便是你一生的贵日 你没忽悠我吧 如若算对 我自当找你兑现承诺 祝你好运 算命喽 老子还就不信这个鞋了 就去看看东方如何 我本不信命 但这种都是真意的东西 我 我他妈还真遇到穿红衣的人 还是个女人 喂 主人 请你到泰安酒店二楼 经济两面包厢来一下 有事吗 死神大人的安排 怎么 死神大人来了 要见我们 去了就知道了 是杨海军先生是吗 是我 怎么了 啊 这个是一位先生让我交给您的啊 说让您到那个包厢的打开 在搞什么东东 祝您生活愉快 好谢谢啊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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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S 你是干什么呢 我朋友让我来的 什么朋友 江湖人称 死神 死神 是死神海你来的 是的 你们是谁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死神大人让我在这里等不过满的 让我嫁给 不会就是你吧 什么嫁给我 你没搞错吧 此生大人让你来干什么 不行 怎么可能让我娶一个 我都不认识的人 算个什么东西 竟然还敢嫌弃我 你知道我的来头吗 我管你什么来头 我看不上的人就是看不上 自己找人家 不陪你玩 如果不想大祸临头 就按照死神大人说的办 感谢你们的帮助 但是我不接受你们的威胁 那红衣女孩 可是北都唐门千金唐诗运 全龙国最漂亮和有权势的女人 死神大人是在帮您 在成就您 我心中有喜欢的女孩 如此说吧 我不会接受任何 你是说袁宇熙 你怎么知道 袁宇熙跟唐世运比起来 无论是从长相还是背景 都差了不止十万八千米 而且唐世运眼高以低 多少贵族公子梦寐以求 是唐奖欠死神大人人情 他才答应了这门亲事 三十年前 我屈辱而活 而现在的路啊 我要自己选择 自己走 爸 他自己走了 这可怪不得我不愿意吧 那你就想办法 想发设法的嫁给他 什么意思是让我追他 凭什么 跟你说了 我们唐家未来的命运 也掌握在死神大人手里 既然他有这个要求 就算牺牲我们唐家 也要做到 明白吗 可我见了男的 实在平庸 死神大人看好的人 你说他平庸 好吧 我努力试试 您老爷子 您肺部的寒毒 清了不少 肿瘤也小了许多 谢谢小兄弟 我也感觉好多了 从你给我扎了针以后 就再也没有吐血了 咳嗽 也清了 你真是神医啊 好老爷子 喝完这次我开的药 再开一次药就可以了 我先走了 谢谢你海君 我送你吧 芸汐 我先走了 哎 你不早上带我一起啊 怎么 你要跟我一起走啊 你都结过一次婚了 还这么不开笑 不在一起算什么谈恋爱啊 好 一起走吧 嗯 大飞 跟着小姐和那个小子 什么 我先说我看电影 你给我盯着 如果他们去酒店 马上给我阻止 怎么了 芸汐竟然在和那个穷小子谈恋爱 谈恋爱怎么啦 你不是一直希望他找个男朋友吗 找个男朋友就随便找个穷小子吗 你觉得海君人挺好的 有医术 为人又厚道 你不个屁 你知道什么叫做我们当部队吗 如果让别人知道 我颜东阳的女儿嫁来的穷医生 还离异 另外人会怎么看我吗 啊 那怎么办呀 你等女媳妇 非得恶可将士党 那我先回去了 那我先回去了 那个 爸妈你们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啊 你给我过来 怎么了 你跟那杨海君什么关系啊 朋友啊 朋友 真的只是朋友 什么意思啊 你看吧 你派人监视我 监视你怎么 啊 凭我是礼方 我不该吗 你说我爸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我也要自由 你要什么自由 都可以便宜 包括财务自由 但是 恋爱自由 永远都不可能 你别人吗 凭我是你爸 原家副家民众 我还要点 我不想跟你说了 不说交错 我警告你 离那小子远点 否则 会害了他的 你还有没有良心啊 是他帮爷爷治病 他是我们家的恩人 他帮我原家治病 要多少钱 我都可以给他 但是 我不可能赔了自己的女儿 毁了原家的脸面 否则 我让他死 杨海军是吧 是我 有什么事吗 我们老板想请你喝个茶聊聊 哪个老板 严总 求了 严总 找我有事吗 首先 你帮老爷子看病 我很感谢你 你需要酬劳 我可以给你 严总 您客气了 我给老爷子看病 是因为我跟雨夕是同样 不是看见 哼 不得不说 你这算盘 你那真不赖呀 我打什么算盘 表面上看 你给老爷子看病 不要钱 是康徒账 但是你却用来博取雨夕的毛 你是不是觉得 你只要娶了雨夕 整个严家 就是你的了吧 严总你别这么说 我跟雨夕之间 是纯洁的感情 不掺杂任何利益纠结 纯洁的感情 这世上那么多女人 你怎么不去找 我跟雨夕相遇了 是我们的缘分 连苏玉 连那种贱人都瞧不上你 你觉得 你能配得上我严家的千金吗 只要雨夕觉得我配 我就配 至于其他人怎么想 我不在乎 怎么着 你这是赖上了 严总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 我穷 但是我有我的苦气 只要雨夕愿意跟我 我不要你们严家一分嫁妆 我觉得你啊 还是活得太天真了 我的意思是 你在我这儿 骑死去了一套别墅 就跟你的老妈和你啊 花过了你的小日子 你要是想的再多 恐怕 你拥有的 都得失去 你威胁我 我看在你给老爷子治病的份上 还因真降过一道理 要不然 以我严家的实力 你从这个世界上 消失了 好自为之吧 不要给你的老妈和女儿 获释 我说过 今天的我 已经不是那个阵阶阻碼 和操纵的人了 你瞧不起我 我可以人 但是你要动我的家人 就是找死 主人 有什么分合 如果我想严家毁了 没什么事 打错了 你干什么 干什么 怎么 你对严家小姐情有独钟 严家却看不上你 关你气势 北都 桃门的实力 比严家长十倍不值 只要你愿意 我可以帮你把这一巴掌打回来 让你扬眉吐气 你想让我娶你 在过去的岁月里 无论是我的家世 还是我的容貌 甚至我的天赋 都经验过全世界的男人 有人为我疯狂 有人为我跳楼 我都没有多看一眼 所以呢 我还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 但我对你 有心动的感觉 但我对你 有心动的感觉 有心动的感觉 我昨天跟你说很清楚了 我又喜欢你 事事没有恒常 是可以改变的 要不 我再告诉你个秘密 你再考虑考虑 什么秘密 我要告诉你的秘密是 我看上的人 跑不了 海君我也爱你 你是谁啊 为什么要打扰我们的好事 杨海君 认为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哎呀你个老鸡 雨昕 跟老娘斗 雨昕 你听我解释啊 有什么可解释的 不演就没瞎 这是个误会 事情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 没有什么可误会啊 你给我放开 我不放你听我解释 行 我看你放不放 就算你把我手咬断 我也不会放他 严海君 你还要不要脸啊 我爸说的对 像你这种人就根本就配不上我 你越是死刹烂打 我越是觉得恶心 你越是死刹烂打 我越是觉得恶心 我越是觉得恶心 你信我滚吧 不要再联系了 哈哈哈 听到他的心里话了吧 他嫌弃你穷 不离异 觉得你不配 喂 我爸 我真是瞎了眼 我都没嫌弃你 你竟然叫他两只船 渣男 男人都没一个好东西 美女 可不能这么说呀 我四十好几了 还单身呢 我可从没找过女人呢 停车 还是渣女 嘿 做命喽 好 一阴阳 转五行 看早中日月 测风水 看六河 拿袖中乾坤 算命喽 美女 我看你心情不好 肯定是遇人不输 要算一挂吗 知道我心情不好 还来反我 怎么 找妈妈你 我们向师 向人之命 与人开箭 逢凶晃 老头子是想方姑娘了 行啊 你要算得准的话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你要算不准的话 我抽死你敢吗 算不准 我看到车来了 便撞回去 自己死了算了 算得准 我也不要钱 那你要什么 我给人算命 只要一个承诺 什么承诺 在我需要的时候 你答应我一个要求 想得美 你这个糟老头子还想占我便宜 下辈子做猪吧你 男人背叛了你 我可以帮你出这口热气 你怎么知道有男人被套 我说了我会算 还有我的要求 绝不是占姑娘你的便宜 那你的要求是什么 如果那天我需要你帮忙 你得顾惜一切来帮我 那你算吧 你要是算不准的话 我马上报警抓你 好 姑娘 把手给我 当然是算呀 如果 我看的没错 姑娘可谓是人中凤凰 不在官宦之中 便在大富之家 但是姑娘单纯 却遭人骗 此人寂寂无名 感情生活混乱 应该是离异之人 什么 姑娘若想余生无忧 切记 要远离离异之人 那我怎么才能找到我的真命天子 三点 其一 姑娘的对象 应该找姓黄的 其二 如果今天 有人与姑娘说梅 必须到 其三 如果今天 有人与姑娘说梅 前那个人还姓黄 一定答应 为什么今天有人来说梅的话 我就一定得答应呢 因为我算了一下 姑娘今天失恋 在这种极度巧合的情况下 有人与你说梅 便是天命的愿 那便是姑娘真正的幸福 行 我信你 姑娘想要真正的幸福 还得做一件事 什么事啊 如果今天有姓黄的来找你说梅 你除了答应以外 还得请一个人 参加你的订婚仪式 如此 才能让你幸福永久 请谁啊 那可在今天背叛你 让你难过的 我的订婚礼 为什么要请那种渣男 从天命学的角度来讲 阴阳互补 才完整 药中 通须有引她的不好 才能衬托出你的好 她的羡慕和忌妒 才能让你幸福永久 倒也是 让她看着我跟别的男人在一起 也不是我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好了 严禁于此 若是时机到了 我自会找姑娘 对现实的弱 姑娘再见 爸 我回来了 诶 雨昕 来 见过你黄叔叔 黄叔叔好 雨昕啊 有大喜事临门啊 大喜事 你黄叔叔啊 刚刚选上云州总商会会长 今天啊 还带着忠俊过来提亲呢 余青 忠俊一表人才 你黄叔叔呢 又当了总商会的会长 你们俩啊 是天作之和 如果今天有姓黄 再来找你说没 好 我答应了 你真的答应啊 这种事 我不会开玩笑的 雨昕啊 你真是太有眼光了 顾大伯 刚升任战部将军 我爸又当上了商会会长 你进了我们皇家以后啊 是要钱有钱 要事有事啊 你大伯 你大伯当了将军 对啊 要不然 我爸怎么能当上云州商会的会长啊 总军 第一调整 既然雨昕愿意 那咱们 定个时间 请亲朋好友们聚聚 好 行 爸 你们定时间 我和雨昕 先出去玩玩 雨昕 你想去哪啊 我今天有点累了 下次吧 哎 雨昕今天是个好日子啊 赶紧抓紧时间 多培养培养感情嘛 雨昕 既然跟这种人抓在一起 小子 你给老子小心点 怎么还有账没给你算呢 好 那现在咱们就把账好好算一下 杨海军 你敢弄他试试 雨昕 插楼的事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不想知道真相是什么 我只想告诉你 不要再缠着我就行 行 那我走 祝你们幸福 哈哈 赖喀巴想吃天鹅肉 碰了一鼻子灰吧 行啊 他要是再打你 我可不忘记他 算了 这次不跟他技巧 下回来就会弄死了 主人 主人 那个唐神韵 林仙我和雨昕 是你们的授意吗 我们不可能做对主人不利的事情 那你们为什么要让他缠着我 还要我娶他 属下已经说了 这是死神大人的意思 北都唐门全倾天下 唐家千金绝世无双 娶他人 得天下富贵 你们帮我 我很感激 但你们要强行干涉我的生活 就别怪我不客气 算命喽 一阴阳 断五星 看掌中日月 小兄弟 地球还真是圆呀 又见面了 怎么 心情不高兴 我按照你说的 一直往东走 确实遇见了一个红衣衣 可那个人根本不是我的贵人 怎么可能 老头子算命五十年 从未失遗算 老头子说他是你的贵人 他就一定是 你看老头子像是胡说八道的人吗 小兄弟你是还欠我一个承诺 我现在能让你兑现吗 兑现什么 你那个红衣女孩 啊 你要我娶她 是你对老头子的承诺 不可能 小兄弟是想对老头子食言 这三十年来 除了我妈和我女儿 没有别的女人对我 而雨昕 她不嫌我穷 也没想我离过婚 愿意和我面对人生中 所有的美好 而你所说的那个贵人 却毁掉了我心中唯一的心动 我 至死都不会去她 我不知道你们难愿 但我只知道 相识算命 机缘天地 守信者昌 诗信者王 你若食言 和我不堪设想啊 你少像不 这三十年来我什么苦没吃过 你要我做其他的事情 答应你 但这事没门 罢了罢了 管事皆有定数 祝你好运 算命喽 爸爸你怎么好像不高兴啊 爸爸你怎么好像不高兴啊 明天 我和皇上在喜来好酒店 举办进行仪式 毕竟是你成全的 我想请你来做个见证 我可以去赛家 但是我想问个问题 说 那天 你为什么会来查了 这个重要吗 我想让你明白 那就是别人别有用心 你不要被利用 如果可以让我看清一个人的丑陋 我愿意被人利用 好 那咱们再说一下黄中俊吧 你知道我前妻偷人的是谁吗 就是他 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 神渣 我之前还特别可怜你 现在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你的前妻会跟别人跑了 因为像你这种 又没钱还在外面乱搞的男人 哪个女人看了不恶心 我再说一个 我没有不安分 那天你看到的红衣女子 是北都唐门千金唐诗玉 天下所有男人都梦寐于求 她想嫁给我 但是我告诉她 我的心里我只有你 不为她才有那身心 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孩吗 关系你这种鬼话 北都唐门的千金 求着嫁给你 为了嫁给你还有手段 你怎么不照照镜子 你看你自己还有脸吗 女婿姐姐 爸爸是好人 爸爸很喜欢你的 你不要和爸爸吵架了 从今往后 我跟你爸爸认识 你要是个男人 明天你就来 雨昕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可以不跟我在一起 但是你不能跟黄忠俊毁了自己 喂 你去调一下他人场楼昨天监控 找一个红衣女孩的视频画面 你看一下能不能查出她什么来历 请进 严叔 中军啊 来来来来坐 严叔 中军啊 找雨昕的吧 他没在家 给他打个电话吧 不是 我是来找严叔您的 有点事 找我 啥事 我听说 有个赤脚医生医术告明 把爷爷的肺部肿瘤都治好了 我想请他 你帮我看看 这个 恐怕有点难 为什么 这小子欺负语气单纯 想和他谈恋爱 被我强硬阻止了 这个时候啊 恐怕他怀恨在心呢 你说的这小子 是不是叫 杨海君 怎么你知道 嗨 他妈是个摊子 他在苏家当上门女婿 他明明就是个废话 怎么能把老爷子给治好啊 如果 只是听说呢 我也不信 可是这事偏偏就发生在我家 那我就不得不信 看来 确实是有点棘手啊 如果是那个小子的后来 你肯定不会给我治病 你皇上实力 还能由得了他吗 你有办法 当然 他不是有他的母亲和女儿吗 你的意思是 逼他就发 当然 只要抓了他的母亲和女儿 要是他不给你治病 那还由得了他吗 要是 你果然够狠呢 到时候我在逼他把低速交给我 我就可以为皇家更好的效力了 好 就这么办 来人 大少 去 把那个杨海君的老妈和女儿 给我抓了 妈 妹妹 妈 妹妹 妈 小子 你终于打电话来了 你是谁 我妈手机我为什么会在你这里 你个傻子 当然是因为你老妈在我这里啊 你想干什么 你要是敢动我妈的话 我会弄死你了 小子 你敢威胁老子 那老子就伤害给你看看 啊 不要当我奶奶 小子不要 想你老妈女儿没事 就到农安别墅去二栋 到了 自然会有人敢教你怎么做 我妈和我女儿都在那吗 让你怎么做 做就是 话太多 对你没好处 哦对啊 你可千万别报警 要是报了警 就等着给你老妈和你女儿收尸吧 我这是高端别墅的人 不是耐心的人 我最后这样的人 不管了 就算是道上过海 我也得记住 是你 是你 你总算自己送上门来吧 有什么你冲我来啊 你不要动我家人 我就动了 怎么样 你信不信我弄死你啊 你现在弄死我 我就把你老妈和你女儿也弄死了 怎么弄了 少他妈废话 说吧 你想怎么样吧 我呢 想问你问题 说 上次 你抓到我和你老婆啊 给我斗什么的时候 你是不是用了什么 费养点学之术 把我立体废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可是个老实人 行 你不承认可以 但我现在就中了这阳子 你得给我治好 我又不会是 我怎么帮你 别这么装了 一个阎老爷子治病 用的就是万古齐皇中的技法 所以你肯定能治 我就算 你凭什么要帮你 就凭你妈和你女儿都在我手上的 养标性的鸭子他们就在山上 坑都已经忘了 我要是出点什么事 后来就不用我跟你多说吧 你在威胁我 对 老子就是在威胁你 死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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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回 wreck 啊 要不给你打点麻药啊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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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使你这个老夫心在崩溃 有老夫在 你休想看不了黄少 真究是绝对不能打麻药的 为什么真究是为了促进血液群团 而麻药则会对血液群团造成阻碍 一个不胜 轻则残废重则要命 你想搞我 是你自己说要打麻药的 而麻药是唯一止痛的办法 赶紧给老子治 一会 是 我不一会 都得陪着 赶紧躺下吧 啊 可以了 没事了 我 腰腿之间有股热疗 果然是神医啊 现在可以把我妈和我女儿放了吗 我还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要是说 你那本万古奇黄的书还有点多 把这条件 放了你把我女儿放了 他们还得收尸 没完了是吧 我就是这样啊 捏着你的软肋 就一直踩着你 怎么 你是想给他们收尸了是吧 你个少年 不知道我可以治你也能整你吗 妈的 你跟老子叫板是吧 行 老子现在就让你听听他们的踩叫声 死吧 啊 东西 给我弄死他 啊 什么东西想跑吗 啊 啊 啊 好 好 喂 病猫子 我错了 我错了 马上来啊 把我妈和女儿送过来 我打我打 你还给我指着头我瞧你了 我打我 赶紧打 啊 喂 啥不样 你看这个 这老妈跟她女儿 打到我那儿来 没事 你没有 让我给我玩去 老东西 你想要我的秘籍啊 对对 我对你是纯属呀我 是真的想学习 你是真的想要啊 真的真的真的 好 你看好了 我怎么做你怎么学啊 来 学 谁呀 正错呀 我自的神医秘籍是天虚之子 毕竟三十年忍辱不壮 就凭你 也想武功收入祸手可得 皇上 这些狗东西找死是吧 小子你他妈敢弄皇上 你才是找死 是吗 把皇上去弄给你看 我错了 我错了 你他妈找死 怎么个汉剧兄弟说话呢 让他们跪着过来跟我说 你什么 你没听见吧 过来跪下 皇上 他们好像有点不大情愿啊 啊 小白你赶紧过来跪下 赶紧 就你们弄我妈和女儿是吧 对不起 对不起 自己对不起你啊 啊 啊 弄给我妈和女儿的 都给老子跪好啊 敢让老子跪你老子生路死你 啊 反正我的家人 就让你尝尝后果 啊 再送你一拳半身不随了 啊 啊 怎么了 要我帮你跪吗 他就狼命 把我妈和女儿 自己断一只手 自己动手的 断一只 如果我来动手 两只圈给你断了 我数数啊 过时不厚 一 二 八 啊 今天毁你的容 是惩罚 不要贪 我贪呀 不明不白的 都比美 妹妹 妈 爸爸疼疼 没事的啊妹妹 爸爸给你擅完药之后就好了 有点痛你忍一下啊 以后爸爸会好好保护你 有谁欺负你你就跟爸爸说 爸爸帮你教训他们 爸爸你现在好厉害 我跟黃少在一起 你還玩拔劇 沒用的拔劑幹什麼 我玩什麼拔劑 你為什麼要弄傷黃少的臉 你覺得我弄傷黃少的臉 是因為我羨慕他 我嫉妒他嗎 還說我要把你們拆散呀 黃仲俊聽說我醫術高明 把我女人和我媽媽都綁起來 還打他們 威脅我給他治病 我都幫他治病了 他還幫馮藥師找我要秘籍 不然要打我媽和女兒 他都這樣 你不該討 他 我殺他又如何 我殺他又如何 他竟然做這樣的事 綠席姐姐 你為什麼不跟爸爸在一起 你要跟那個花旦在一起 你爸爸他也不是什麼好人 你可以誤會我 我可以誤會我 不要在我女兒面前跟我說這些 行啊 我不管你跟黃少之間有什麼恩怨 明天是我跟他定親的大喜日子 我不希望他臉上有傷 我知道你有辦法 希望你不要讓我難做 你看到你曾經對我好的份上 我給你這個面子 從今以後 你我恩斷依據 沒有過過 我自保重 嘘 意思是明天的定親宴 你不來了 怎麼 你不敢啊 我既然說過我來 那我就一定會來 你明天如果來 我們一起進美酒 爸爸 妹妹 以後 你找個好媽媽 查了我那個紅衣女孩的身份 你查清楚 什麼 還沒有 有這麼難查嗎 行 抓緊點 難道 我明天真的要跟黃中軍那個人渣盡親嗎 為什麼 想好好愛一個人這麼難 好 這行怎麼樣 過了去吧 這個地兒還可以啊 來 當將軍呢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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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來幹什麼 是我叫他來的 你為什麼叫他過來 讓他來見證我們的幸福時刻 不好嗎 哦 你是讓他來吃醋啊 好好好 來 把這紅包給我 你他媽來老子這麼大場面 就給六百 你覺得我應該給你多少 你爭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 我這幾個親朋好友 哪個不是幾萬幾十萬的給 我告訴你 我來已經是在給顏羽熙請面了 我給你六百 還是幫他當然他 呸 窮就是窮 你給我在裝什麼逼呢 不好意思啊 我的練習規定 縱里低於一萬的不能入席 你自己找個小路蹲著吃吧 我沒打算在這裡吃飯 我怕噁心到我 我來過了 你們自己玩吧 你 這麼著急走啊 怎麼 是怕我們的幸福 刺痛你了嗎 這三十年來 什麼痛苦和失去我沒經歷過 你覺得 還有什麼東西能刺痛我嗎 對了 我已經從你的別墅搬走了 房產證的名字 也換回了你自己的 號碼我已經換了 以後你的嘴裡 不要再提到我了 從今往後 我們只是路人 但是你也做到什麼 你不是太隱瞓了 你讓我做什麼 我把你給你騷擾 我跟我們我也是 你讓我看這兒 我再給你 我等他 你讓我來 來人皇上把他給我撞回來是 夠了 今天是喜宴 不要忍事 回來 今天是我們顏語希小姐 和黃仲俊少爺的丁芬燕 感謝各位的參加 接下來是我們的信物交換環節了 有請兩位信仁交換信物 głos 你說什麼 還真的是桃門千金 雨昕怎麼了 我還有事我� Т 聽請李先擱置以後再說 雨昕 這就是你的不對勒 這麼多新朋友好友們看著呢 釐清大使多少二輩 那我要是不願意 你還想逼我不成 什麼情況亂騷騷的 大伯你總算來了 仲俊 這不是你的定期驗嗎 怎麼回事 女婿突然取消定期女要走 怎麼 你是在耍我皇家 皇家女請息怒 小女不懂事我確定了 你滾 告訴你今天這情你定也得定 不定也得定 由不得你 那我要是不定呢 瘋了 皇忠俊的大伯 現在是全南京占卜長官 他要生氣了 我們演講全都得完蛋 所以 你是拿我做交易 你胡說什麼 不是你自己答應的忠俊嗎 我只是跟楊海軍賭氣 我根本就看不上他這種花花大事 但你現在出爾反爾 咱們岩家就要擁護上身了 我的事 後果我自己承擔 我想了又想 覺得我們之間還是不合適 這定情禮沒辦法舉行了 算是我失言 你們家有權有勢 要是對我不滿 找人殺了我便是 真是誰又是你 你把我皇家當什麼了 他為什麼突然這樣 他之前喜歡一個褲小子 剛才那小子來了一下 他就突然變心了 褲小子 幹什麼的 之前就是農民工在工地幹活的 最近突然會什麼醫術 還挺能打 有點狂了 狂了 那就讓他燙在墳墓裡 狂舞起來 是我不是 跟他沒有關係 他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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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事衝我 你別找他 老夫面前有你說話的範 怎麼 你還不服嗎 信不信我分分鐘讓你從這個世界上消失 劉本是你殺了 你別生氣 與其他很單純的 他就是被那個窮小子給騙了 你看看 人中俊對你多好啊 你卻這樣對他 不需要 中俊 這一樣的 你為什麼要他 與其他真的挺好的 可是那個窮小子他太可惡了 那個窮小子叫什麼名字 楊海君 來人 是 這個我把他抓來 我他要看 他有什麼能來 還我皇家的事 我也不敢相信 那紅衣女孩 竟是唐門千金 身家萬一 可千真萬決 就是他 會不會只是長得像 可根據資料顯示 唐門千金 這幾天也到雲州了 是 是 也是 如果他不是唐門千金 他也編不出這樣的話 可是 堂堂的唐門千金 為什麼要給他下堂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好了 資料都在這裡了 雲欣小姐 你自己慢慢看吧 我先告辭了 真的是唐世韻 是我錯過海軍了 哇 我希望你爸爸 他要找到 我會拼開 我的社會 你不會跟這麼有 召 nie 叫他 海君啊 你跟雨夕是不是吵架了 妈 我跟她本就不是一路人 以后不要再提她了 其实吧 我觉得雨夕挺好的 虽然长在富贵之家 但一点都不娇气 也很孝顺 懂事 你们找谁啊 找杨海君 海君 什么事 跟我们走一趟 你们是谁 为什么要跟你们走一趟 南境战步 南境战步又怎么了 我又没办法 犯没犯法 是你说了算的 是你自己走 还是我们动手啊 那要是我不走呢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还敢反抗 还练就了气劲 却不知道老子是军中高手 啊你们干什么 怎么随便打人 老太婆自己滚开 固然连你一起抓了 为什么 我为了为了为了 为了为了随便打人 还在废话 妈 妈妈 谁就屁了 是 妈妈 妈妈 滚连去 你们这些姑娘养的 糟糕 我杀了你们 你自己都挂在阎王的生死簿上 还在口出狂言 报将军 已经将杨海军抓住 好 带进来 小子 你不是挺能打的吗 可以打成这样了 他能打 在我善战之士面前 楼仪而已 跪下 跪下 你不过这世间一楼仪而已 何德何能与我皇家作对 你得搞清楚 是你皇家欺我 是我皇家欺你 那我皇家欺你 那我皇家欺你 又如何啊 山豹 恶又何报 别再仗势欺人 你说我仗势欺人 他嘴还挺硬 他牙肉疤了 是 你不过这世间一楼仪而已 你不过这世间一楼仪而已 坐这 你谁呀 我是他老婆怎么了 他老婆 他们何等 能娶这么漂亮的老婆 他就是有这个魅力跟福气 关你性律 你不是说他没老婆吗 什么时候冒出个老婆来了 我也不知道 这没有 赶紧帮我老婆给放了 不然要你们好看 我倒想看看 你怎么让我好看的 你以后把人抓下来啊 是他有点 有点本事 不过在爷爷面前还是蝼蚁 上了 你还上了 这么嚣张把他也抓起来吧 你敢抓我 哦 你很有来的 听说过北都唐门吗 北都唐门 你有什么关系 我叫唐诗玉 北都唐门千金唐氏豪之女 抓我试试看 你是在逗我笑吗 北都唐门千金会嫁给一个农民公 我爱嫁谁 关你屁事 简直嚣张 给我抓起来 狠狠叫去 小姐 欣赏我 一起上 我要你命 你就得死 哎 大伯 我要着 你还真是见一个喜欢一个 这不是蛮人本色吗 行 我先帮你幸福 然后交给你 好好好 你不是嚣张吗 继续跟我叫本呢 告诉你 我老公可是有来头的人 最好是别惹他 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 你说一个农民工有来头 你可以不信 他以后悔的时候才知道吗 别了 你就是 红 明明就是穷光蛋 少年的灰火 跟他妈调狗一样 就那么多我的媳妇 啊 知不知道 老子都他妈有点嫉妒你了 不需要你这种狗屎的嫉妒 到这个时候来 他们还嘴硬是吧 你干嘛 你个混蛋 别到了 你个混蛋 你要我的命是吗 行 先要他给你 然后再霸诈你很狠狠无力 你给我开枪试试 什么又是谁 老子不放 能饶我 大伯 他到底给你也打我 主人没事了 你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你不必管 你打了我主人怎么打的 自己过来数 万事皆休 否则 我则怎样 你的人生即将进入地狱 这是效果 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真敢威胁老子 给我毙了他 来 有本事 开枪打死我 死玄子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死神驾到上过眼 黄白云 今天的事 你自己给个交代吧 知道我 南靖将军黄白云 手下威武百万军 南方发令三江镇 北方也多杨齐鸣 你既知我明 还要惹我 你的意思是 你比死神组织要强 若是死神在此 老夫毕地卖一分薄灭 你不过是死神的异族 竟敢跟我交代 你错了 死神中每一人行事 皆如死神大人清零 老夫就不信了 死神会因为一个农民宫 与老夫兵戎相见 是吗 为什么不可能 属下恭迎死神大人清零 你 你怎么在乌里 难道你没听说过 我无处不在 天上人间 任去任来 难道你来这儿 也是为了这个穷小子 穷小子 你觉得 他是穷小子 难道不是 你可以当他是 但我得告诉你 他就算是穷小子 也是你惹不起的穷小子 你的意思 是非要帮他跟我作对 有人出一千个亿 让我护他安全 而现在你把他抓了 打了 自己说吧 怎么交代 贷小子 稍等 我换 没 realities 脑子 胃 脑子 再 安全 脑子 脑子